好了,介紹這個是DIB的新作 怎樣的新作呢? 就是一個懶刻的指揮官加一個炮型坦克的情景 這個炮型坦克很特別,有一滴影影中 你發覺炮頭就多一些古龍天怪的東西 為什麼呢?這個沒有錯 就是二戰後期,當盟軍打到柏林的時候 在戰場上發現到為什麼晚上德軍員可以作戰呢? 因為當時德國無論發明了噴射戰鬥機之外 也有地面上他們已經發明了夜視的裝備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了,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夜視裝備的情景套冊 還有這個反黑軍官 Panzer Commander,德國二戰 應該是1945年柏林 因為能夠出這個夜視鏡 應該是最後期已經是1945年的春季了 因為德國就好處在4月和5月之間投降 這個炮塔跟兵分開賣 需要經過少許的組裝 當然如果大家想再細心點怎樣裝 可以留意我另外一條影片 因為這裏時間關係 永遠都是Tys TV比較緊湊 最重要的 這支長鏡就是那支 其中一支鏡 另外呢 我留了裝的就是這個大燈膽 可能我印到這個 有朋友說為什麼這個好像差一點 沒錯,真的是差一點 我先裝了電芯 這一個其實二戰一比六來說 真的比較少公司會籌放這些專員 這間公司呢 零零射射是不一樣的 其實還有一個燈的 這個燈真的沒辦法了 就需要少少BooTap幫幫手 另外呢 我先把指揮官放進去 兩個都是最近出的作品 那為什麼這個介紹呢 我覺得這個真的值得在Tys TV介紹 因為這個呢 就不是單純一個 就是單純一個Figure 這麼簡單 而是呢 有一點點換味性的東西玩 待會大家就知道了 這個炮塔呢 其實它是應該用糖尺做的 所以你炮下去呢 是真的像金屬的 但其實它又不是真的像金屬 但是重量感 溫度 還有那個形態呢 是 好似坦克桑塔的 那我先把指揮官放進去 嘩有血的 是啦 這個軍呢 其實是一塊臉 有傷痕累累 傷痕累累的臉 應該是 戰傷了之後呢 聯了針 然後又出回戰了 在戰時呢 很多軍人呢 德國那邊呢 是 住了兩個禮拜呢 重傷呢 就回到戰場 繼續打過了 那這個就是那個 一個叫做 面部有縫 有傷痕的造型 其實呢 你看到那個人的特色 這頂帽呢 你會發現這個造型的造型很漂亮呢 是布的 那其實它的ID在這裡 是做了一些 內部結構的 其實這個就是鐵線 可以屈到尖頭型 不會彈斷頭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 沒有布件布呢 是不需要搞一些奇怪的東西 令到它的形狀出來 而呢 它們很好 很潔心 和我家話說 它是做了兩頂帽的 為甚麼呢 因為粉紅色邊那個 是德國的國防軍裝甲師 而這個 淺色的邊那個 是SS的 那那些章 因為其他問題 我就不連出來了 因為怕被人頭痛 那另外呢 說些散件 有個 有個 煙斗 有個煙斗底 很細緻的 有支 MP40 那 不是全金屬 不過可以做多一個 叫做 這樣的動作 那還有呢 拋了出來之後 這個 蛋膠 是可以裝真子彈的 就是裝一顆 一比六的 銅子彈的 它都提供了幾顆 那這裡不專程 和大家裝了 那還有一些配件 先說一下這個人頭底 德軍後期營這種 迷彩的 Panzer Crew的 褲子 是Markham的 那其實這種花呢 其實用到現在 現代的德軍 都是正在用的 你要留意一下 原來德軍都是類似用花的 是的 那這個花不代表甚麼 政見的 這個花就是代表 國家的 用的科技 很多的 真皮件呢 我就不應該說了 真皮的 Map Case 真皮的Pistol Pouch 都有在 那當然有槍 那另外就是有一個 耳筒 不過耳筒就不放進去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炮頭 其實填在哪裏呢 這個炮頭 除了很金屬感之外 是三色迷彩 那這支叫做 當時的夜視的 黃眼鏡呢 加上有個夜視燈 其實是兩組東西來的 它就把那支機關槍 炮車上面的MG34 就換走了 就換了這個 是甚麼呢 好 好 預備 1 2 3 喔 1 2 3 它是不是很光的 因為 它這個燈呢 就是做到那個感覺 你看到是一條線 不知道打橫還是打直的 其實它就不是有一條線 而是它那個 這塊玻璃 或者這塊膠呢 它是一個橫紋 做出一個視角上的 變化 就會看到一條的 那麼呢 你不單止可以裝紅色 當然是裝藍色 當然我不是科學家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要裝紅色和藍色 但是這張燈呢 是會亮的 那麼其實玩FIGURE呢 一比六是傳統軍事呢 就很少用電燈的 我覺得DID呢 我比它走得前衛少少 它會投放資源去做些 這些東西 那當然 在FIGURE呀 剛才那些內地的CCS那些 那些 他們又花很多資源做些 穿燈的系統的 這個呢 情景呢 是分開賣的 那麼大家可以考慮 就連回兵 沒有那麼什麼 沒有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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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丟 應該有那麼丟的 不好意思 看這邊呢 你看到這裡是什麼來的呢 可以拍一些小小知識 爛知識 其實這個是 晨星來的 橫黑炮的晨星 那個軍官呢 躲在下面用前望鏡呢 望向他這個位呢 就有個晨星就對準 這樣就叫下面的炮手就發炮了 那所以 那所以 因爲呢 渣坦黑呢 是團隊工作的 就不是一個人的 那所以呢 以前還是古時呢 即是戰時呢 他們只能夠 昨晚打瞄準之後呢 就叫下面開炮 和前進 那當然現在 現代就可能一個人駕駛 還不行的 那 那就拍到這個近鏡了 這個人 這個軍官 完全是 傷痕累累的一個 藍絲 很傷的 毀了用的 好了 這個就是現在的近鏡的作品 那當然呢 就有些貼紙就是用來車 連到那些號碼去的 就是在那台那裏呢 可以連到一個車廂的號碼 那但是 就 不過不是連的 這個就是現在的近鏡 獨立兩件可以分開的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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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